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Yuna 那今天呢 我要來教大家做的是 一個那其實是 我知創的那我不知道 別人有沒有做過一樣的 我就不知道 至少我沒看過 但是這個 非常的廣所以我不確定 好 那 那那個東西呢就是 顏文字的小球 那 就是今天我們需要的東西 超級少而且超級簡單的 而且做起來一定很可愛 然後 那我今天我們會需要用到的 用具有白色的 塗 然後我今天要用的是青眼塗 因為我的樹脂塗 沒了 小瞎的 我的樹脂塗沒了 好 然後 還有黑色的原料 黑色原料主要是用來 畫他的眼睛的 所以說今天根本不需要用到的 顏料 那我準備這支筆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要用黑筆畫 是因為 它 我依然很懶得沒有去買 那個牙籤 所以 所以就是 我就拿了一支 已經沒水還是斷水忘記了 的那種筆 還是筆都不見了 然後等一下去沾那個顏料去畫 這個 而且可以重複利用 然後 還有酒針跟上面那個 那種吊飾 這一種吊飾 我不知道我會準備哪一種吊飾 不過那要到時候再說 好 那就這樣 那我們就 大概只需要這麼多 那可能還不到 那麼多 那我們先拿一點點 這麼長 然後 搓成圓形 然後剛好五顆 對 因為我剛剛準備那種 然後全部搓成圓形 接下來我們 拿出 因為我剛剛忘記講了 我們還需要 一點點 乳膠 那 一點點就好 然後之後 還要把它上亮光漆 也是 我也是要用 那個 白膠 因為 我 亮光漆 我的 亮光漆 它 就是 上起來是這樣 超級亮的 它是那種大型作品用的亮光漆 不是那種小小的作品用的亮光漆 所以不怎麼好用 等一下再拿過來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嗯 我是這一種 超 那個 這一種 它是那種 很大型作品用的那種亮光漆 所以它會 它是油性的 然後 不像是那種什麼 日安靈牙賣的那種 嗯 對 然後它是做 正義的作品會比較好的 有點 可是小的作品我覺得有點難用 但不代表它是難用的 是我個人的感覺 好 那我們先把它全部黏在一起 好 那 因為剛剛 在我測試之後 發覺 它有點長 五顆放在一起有點長 所以我剪為三顆 那 放上去的方式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看你要疊得歪歪的還是非常的整齊 然後這樣子 耶 那我就點整齊版本的 因為如果把它當吊飾的話 它是整齊一點會 更好 更可愛一點 好 就這樣 接下來呢 因為它其實 如果它掉下來的話 你在用乳膠 它現在 用乳膠的話 它可能會有點 就是實實黏黏 會 無調那樣子 所以現在 我們要做的動作 就是我們先插九針進去 但是重點是 我九針不見了 啊 好 然後 插進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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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好 就這樣 小饅頭 非常的可愛 呵呵 那弄上眼睛之後 一定會更可愛 然後再上亮光琴 那就先等它 好呢 因為 就是要做細部了 所以我就 把我剛剛墊在 本來是這個高度 然後 就把它拿下來 對 那 接下來呢 我們拿出 剛剛我準備的 這一支筆 這一支筆 跟 那個黑色的眼淚啊 然後我們 就來開始 去上一點眼睛喔 對於上眼睛 雖然覺得很好玩 但是 很可怕 好 先沾一點 然後 啊 因為這支筆我不用了 所以說 不會覺得浪費 那我是左撇子 嗯 對 啊 鏡頭掌在前面有點難畫 等一下 太可怕了 好 這樣畫 對 它嘴巴崩了 好 好 那接下來就畫第二顆跟第三顆 它現在已經隔一天 所以它乾透了 那我們就 然後 我要用的是 一般的白膠 來幫它上 然後我們會需要準備的用具 有 水灑筆 那 看 可能是報銷的水灑筆 因為我這支已經報銷了 對 好 那就這樣一下 然後確定那白膠是沒有顏色的 那你上上去會有顏色 然後這樣 我會不會自然的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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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